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岛型的国家最主要的水量的来源是要靠我们的台风登陆之后才能为我们水库带来大量的进水 我想因为在这个缺水的一个部分目前的工业它的停水的比例上 那么大概厂商能够接受的这个承受的幅度大概是在20% 那目前的话大概工业区它目前的这个比例上大概是在15%左右 所以目前在各厂商他们能够透过在这个水车的一个部分 还有提高它这个水资源的一个再利用率来解决目前的一个水荒的一个问题 所以短期间暂时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的确是会是产生是在第二季 会成为国内半导体供应那么成为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来说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一个问题